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 就是一辆车的隔热膜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隔热膜一定是隔热效果要好咯 可是我个人认为它有另外一样东西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安全性啦 你试想一想你在 KL 驾车车的时候 你突然间给它报警纸 然后拿了东西拉摩托就走 你以为你在塞车的时候你追得到咧 跑都跑不过啦是不是 所以之前我就有一个经历就是在Highway跑着的时候 给它随时弄到大警 然后就去Claim Insurance Claim Insurance过后车进是新的一定是没有Dita的嘛 然后就刚好那个Wookshop有Dita Service 就给他们去一起做啦 所以过了几个礼拜过后 两到三个礼拜这样啦 在这个阳光底下驾车的时候 皮肤觉得很刺刺的感觉啊 所以过后就有在Facebook 在这个Lavis它的广告这里看到 诶 他们的Product好像很不错 我就去询问哦 询问价钱啊 然后一些Product Information 所以他们的Customer Service也很专业很detail 去跟你讲解 所以这里他们的Lavis的那个Tinted 都是那种高隔热膜来的 而且哦 他们可以就是呃 就是展现给你看他们的那个功效啊 啊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保持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啊 就在心想 诶有没有可能哦 这样便宜又这样太Quality 有没有这样的大便宜 可是最后我还是选择 去选择去相信一次啦 就去跟他们 给他们去坐我的车Tinted了 所以现在过after了 这个几个月过后啦 我觉得是很满意啊 也很lucky我做的对了这个选择啊 啊 因为 even though现在我在这个阳光底下开车 我的那个皮肤哦 不会觉得吃吃的感觉 而且安全感满满的 啊 然后另外一样东西还需要mention的就是哦 就算你的车搭在阳光底下啊 你上车 你开你的冷气啊 一下子就凉了 不用等 啊 一段时间才凉 啊